哈囉 肥電電子壞了 今天Andy工程師要來幫助我妹 維修他這台華碩的電腦 這台ZenBook的型號是UX410U 八代的處理器 R250U 就是Intel從雙核心的低壓處理器 提升到四核心的處理器的這一代 處理器速度直接翻倍 機身也從13吋變成14吋 螢幕變得更大了 它裡面可以裝很多SSD 所以這台是一台很好的機器 但是我們用它用了大概三四年了以後呢 電池就會老化 很容易就會沒有電 今天我們就要把它拆開來 電池自己在家裡DIY把它換上新的 那我們今天來比較一下 這台MacBook的Puby Edge 上面是華碩 這台是2013年的MacBook Pro Retina 其實是蠻相似的 以前下面的腳墊 右腳螺絲 長得都跟Mac一模一樣 好的 等一下要把它拆開來 換電池 去光華商場買了一顆電池 如果沒有很趕的話 你可以去買南部的一些電池 比較便宜大概一千塊左右 那因為在趕時間 所以我就趕快去光華買了一個 大概一千四百塊 今天趕快把它換一換 明天它就可以繼續做研究了 好 這邊是我工具 小米的螺絲刀 那我們就開始吧 開始來維修我們的筆墊 先把它轉過來 拿出我們的小米螺絲刀 開 我們這邊就要看是六角的 那我應該猜應該是這個吧 這太小 好 找他一個 這一個 嗯 好像也太小 這個 好 這個大小 那就可以把它螺絲卸下來 螺絲卸下來的時候 盡量放在它旁邊 很清楚的知道 每一個螺絲的位置 華碩應該會比Mac還要好拆 OK 好 可以 OK 這樣就直接就拿起來了 我們看一下它裡面的結構 這一台好的地方是在 128G加上 這邊就是1TB的2.5的 傳統硬碟還有SSD 128G的系統碟 讓系統足夠的快速 還有這邊HDD可以讓你存很多的資料 這大概是2018年的一個設計 這邊你也可以擴充RAM 還要繼續再用個3-4年的話 我們就可以擴充RAM SSD也是可以擴充這個SATA的硬碟 我們當然也可以換成 還不錯的SSD的硬碟 現在SSD其實都不會很貴 看我們今天的主角 電池把它換掉 外面這邊都是用六角螺絲 在接下來裡面這邊它是十字的 所以我們就來找十字的螺絲 十字的螺絲就裝起來 這邊就有兩個螺絲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就放上去就可以了 扣上去就好 好這兩個螺絲 開始把它弄起來囉 OK 這個螺絲拿起來 我用到一個 8代的這台機器我覺得用很久 雖然現在12代的機器是很強的 但是在Intel它的奈米數卡在10奈米 現在是14奈米 10奈米就一直卡住 除非說它像AMD一樣 可能跳到7奈米或是5奈米 可能都還要兩三年之後 所以這台大概再升了三四年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到時候我們可能就可以用Intel的5奈米 或3奈米 再換筆電我覺得是更棒的時間點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它就卡住 就卡這樣子 好 好那我們的電池這樣就拿出來了 用卡扣式 以Mac還要好很多 因為Mac它都沾膠 然後你還用胡椒水用針頭這樣打打打打打打 再把它撕起來 是很好的一個固定方式 但是換電池就沒有像這樣子那麼方便 這樣就換上我們今天買的1400塊的原廠的電池 把它放上去就卡住 對準 對準 這樣卡住這幾個 下面這邊四個點 然後先對準 然後我卡住下去 就直接就對到這邊電池的排線位置 然後我卡住下去 然後我們14螺絲再把它鎖回去 卡上鎖定 放另外一邊 OK 這樣電池就更換完成 耶 接下來我們就把蓋子開上去 等一下充電應該就OK囉 再換一下我們螺絲刀 現在把這個十字換拿起來 換成剛剛這個 然後把螺絲依序的把它鎖回去 我不會一下就鎖到最緊 我會先鎖 讓它固定 然後它就會壓力的平均分身在每個位置 最後一圈我再把它每一個在鎖緊 這樣子壓力會比較平均 不會集中在固定的幾個結合 我這樣順時針鎖呢 其實不是很好的 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對角 會比較均勻 連結線時針鎖呢 其實滿準時的每兩年都要換一次 只要有一些基礎的知識 我們就可以很簡單的就把線時針換回去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開機然後接上電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電池的狀態 那基本上這樣電池就已經通換完成囉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來檢查電池它的電池狀態 這邊有一篇文章在告訴我們如何檢查 Windows 10 當前的電池健康狀態 我們要去我們的指令列 搜尋dmdcommandcnd命指令令 然後有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好那我們就開了一個這個系統管理員的command 那我們這邊呢我們要打我們的指令喔 powerdfgconfig然後slash 這邊中間要有空版 battery report 我們就按下Enter 它就會把我們的battery report 把它直接存到這個cwindowssystem32 battery report.html 它就會是一個網頁喔 接下來我們就進入我們的檔案裡面 我們去找 bbbbb battery report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是chrome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 OK 那我們看一下電池報告 battery report design capacity 也就是它設計的大小是48614 那現在fully charged capacity 也是48614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所有的log 可以看到這個電池 在5月9號的時候才剛經過測試 之前5月11號前面它都是有充到滿的狀態 我們現在的時間是11點22 就是現在report generated battery這邊 代表說它的容量都目前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一個全新的電池 battery usage 就是這三天的狀態是什麼 100%直接掉到沒有電的狀態過 好了 那這就是我們換上新的電池 以及我教你簡單的用系統的指令 我們就可以產生出一個 電池的報告 看到我們現在電池的狀態 也就可以確認說 你的電池是一顆新的電池 YA 好